欢迎回到新现场高端疫苗 23号就开打了 但是累计到25号为止 已经传出有4名 接种疫苗后死亡的案例 我们现在新闻带领来看的是 指挥中心的副指挥官 庄元祥他对其中的3名案例 所做出的说明 到中午 总共有3例 3例的一个接种后 持续上相关的 不良反应的死亡案件 包括新北市 桃园以及基隆 都陆续传出民众 接种高端疫苗后死亡案例 指挥中心表示 将会协助家属厘清 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 但这消息一传开 似乎也影响到民众的施打意愿 这样会不会影响到你 会 会 为什么 最主要原因 他没有经过国际认证 没有有效的认证 所以你对国产的疫苗有信心 还是国外的疫苗有信心 应该是国外的 因为他的研究毕竟比较多 不只辉官庄元祥表示 基隆一位40多岁的女性个案 24号上午在基隆 接种疫苗之后 下午却发生身体不适 晚间大约6点多就猝死 第二位是桃园地区 40多岁的男性 体重大约120公斤左右 本身有糖尿病史 在23号接种高端 隔了一天却在25号中午 在工作当中突然昏倒 失去了生命迹象 而第三位是在新北市卢州 一名有吸毒记录的30多岁男性 23号接种疫苗 但隔日24号中午却被发现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家属表示 死者在死亡当天上午有吸食毒品 而因为死者本身没有慢性病史 毒品跟疫苗有没有关联 也尚待厘清 我觉得检察官检验是第二回事 第一回事应该是做完实验之后 任何检验才会到达法律的层面 高端疫苗争议在不断延烧之下 现在又传出有不良死亡的事件 会不会直接影响到覆盖率 引发外界的关注 但接连爆出死亡案例 也有学者呼吁 在检察官还没有公布 确切的死因前 不应该多加揣测 来重伤高端的形象 但呼吁归呼吁 看来已经在国内引发了不小争议 就等最后相应结果出炉 就能知道答案 人机会是张宇晨 赞人宗 台北三毛报道